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雕塑感的这么一只老虎 为什么我要介绍这么一件预期 就是延续的 昨天的那一套 各位还记得吗 唐代的 和天白玉 金雕细琢的 胡人 记忆乐舞 文式的 十六件套的预带版 那一件是我正常的三十多年 非常的难得 所以我就跟各位提到 而且玉腰带的等级之分 而且玉腰带的所谓的一些它的知识跟资讯 同时有关唐代玉器的 因为唐代玉器不多 唐代是以金银器为主 还有什么 唐三财 玉器里面不多 所以对唐代的玉器啊 一定要加以掌握了解 而且不难 不了解的不了解 了解的话就是所谓的江湖一点绝 所以我就跟各位提出来 我个人的看法 其实我个人的看法 也就是很专业的看法 只是有的人 他有表达出来 或者没有表达出来 或者他自己在那边孤弄玄虚啊 昨天我是强调的 那是个所谓的浅浮雕的 一个精雕细细组的代表 代表身份等级 而且从北州一直到明末 玉腰带 我们讲的 上到什么 皇帝 下至三品官 三品大员 一律才可以佩戴玉腰带 三品以下的分别是金银铜铁 你就知道玉腰带的等级之高 你看我们台北过宫唐太宗李世民的那张画像 很抢眼的就是他那个什么 腰带 而且是腰带上面的相对玉 所以那就是 玉带还腰 对吧 贵无可言 玉带还腰 那衍生出来 有人就问我 唐太宗李世怎么样鉴定呢 谈到一些事情 好 我今天就跟各位再推出来一件 来考考各位 考考各位 其实我已经把答案都讲了 这个虎 我一开始就强调 充满了雕塑感的这么一只虎 哎呦 忘了拿灯光 对不起 拿个灯光 充满了雕塑感的这么一个虎 这么一个虎 各位看看 我们假设在打灯 假设在打灯光的情况之下 你看身体上的肌肉 那个线条 那种美 那种所谓的那种什么 筋骨之美 那种崩脏 肌肉大坨大坨 整坨整坨 而且是很灵活的肌肉 不是那种死肌肉 你看那个眼神 即便这是一块清玉啊 清玉白化了的清玉 但是你看他的那个眼神 你看他那个眼神 都是咄咄逼人 咄咄逼人 而且这个玉我没有盘 你看 在灯光下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 他身上的那个 那一绳破厚的皮壳包浆 这都是年代岁月给他造成的 把年代岁月给他造成的 那这边还有开窗的地方 可以看得出来他的清玉的本质 清玉的本质 而且他身上还带一道就是 侵蚀比较厉害的 我们可以做断代 可以做鉴定 你这边用放大镜 看下去 哇 里面非常的精彩 次生现象 真生现象 结晶现象 非常的明显 这是这么一只虎 这么一只 什么年代的虎呢 我都呼之欲出了 跟各位讲 我说它充满了雕塑感 雕塑感 但是我不拿一件食物出来 我讲那个雕塑感 可能大家不太能够理解 什么叫雕塑感 眼前这件就是雕塑感 充满了雕塑感 充满了雕塑感 那所谓的艺术的那种张力 你的肌肉 外食 崩张 就你看得出来 好像它随时要扑出去的感觉 所以我昨天开玩笑 我就照了18张照片 那是以前照的 其实我以前有写过文章 照有朋友又在问这个事情 所以我用把它拿出来 那18张照片 我的命题就是什么 门虎下山 18世 门虎下山 我们人像学 神像全编 那本所谓的 博士级的人像学的书 就是明朝大卫会 就是明代编辑成的这个书 人像学的书 一个总论 神像全编 另外开宗明义就讲 官人有使法 对吧 使法第一就是看人的威仪 如蒙虎下山 第一个就看威啊 如蒙虎下山 什么 不怒而为 百寿至今 蒙虎下山 它不一定要大吼大叫 就像它这个姨态 这个姿态 走下山 就像它这个姿态 走下山 如蒙虎之下山 不怒而为 不怒而为 它没有大吼大叫 不怒而为 百寿至今 百寿金桃啊 作为动物 它有 它有最高级 它一路下来就是 一物客一物 一物客一物 像我 我本身喜欢养小动物 我从年轻 我什么都养过 猴子也养过 什么鱼当然也养了很多了 猴子 还有狗 狗也养了很多 什么什么 想象到的 大概我都养过 猫头鹰 还有那个什么 飞鼠 飞鼠 那个我不是 人家说 飞鼠标本 我不是标本 我是活的 猫头鹰也是活的 那每一个动物习性 我都非常清楚 我现在跟着我十多年的 是 是我家的一个八根鸟 叫刘强 它跟我一样 姓刘 刘强 结果我们性别颠倒了 不好意思 我把它强 very strong 那个强 结果搞了半天 我拿去那个鸟园 给他们鉴定 那鸟园说是公的 我说好好看 你去帮我配一个母的来 母的配在家里面之后 因为母的我不是从小养 公的这个是出生 还没长毛呢 这个刘强我就养 我相信那鸟园的专业 结果鸟园也搞错了 还是故意慌慌 它弄了一只很宽的一只母鸟 欺负我们那个刘强 它那个站在横杠 刘强都不能上那横杠 他站在横杠上 刘强站在地上 各位知道 那个鸟啊 它那个脚 它是要抓那个粗杠 四度的粗细的杠 我以前养过猫头鹰也是这样 你直接给它那个铁笼 它站在铁笼上 它脚会被割破 会出血 很可怜 而且啊 被那小媳妇一样 被咬得全身片铃铃伤的 往下滴血 后来妈火了你知道吗 我就把那只母鸟就送给我隔壁 送给我姐夫也 我姐夫他们三多人很出线条 就让他们出线条去对出线条 我就还是专心养我一个刘强小鸟 就隔了几年刘强下蛋了 我才知道我被鸟园骗了 刘强根本就是一个小母鸟 怪不得每次都跟我撒娇 跟我这么贴心 就用小母鸟的性格 其实我都看出来 我从性格上看出来 可是身体的侦后上 我是没有他们这么专业 我相信他们的判断 可是我的直觉还是对 就这样闹个笑话 这个刘强给他弄个媳妇 弄个媳妇差一点 没把我刘强给吞了 就一个母老虎 而且我们刘强 因为他比较弱小 所以他很敏锐 他的敏锐度 我这二楼关着房门 开个冷气睡觉 这清晨早上起来 我的习惯早上起来 站个厕所 然后再 就是再魅一下 再养个神 我就起来 就是调节一下 我这么一下子 亲手亲脚的 隔着门又吹着冷气 他在我一楼的门口 他就听到 他会用他独有的声音 跟我之间沟通的声音 叫我一声 所以你看那个 所以 因为他是怎么 他是很低端的这种小鸟 他没办法保护自己 所以他就要变得非常有人敏锐度 所以说 一点都没有骗人 那个神像全边讲的话 第一 开宗民意就是 官人使法 第一法就是向人的畏仪 而且第一法就是 如蒙虎下山 不怒而威 百兽至今 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他是什么 他是在 他是在动物界里 最 站到最顶端的 最顶端的 所以大家都怕他 他不需要大口大 大家 他动物 都有这种本能 生物的一种本能 生物的一种本能 所以给各位讲这之前 所以我们要观察一点东西 欣赏一个美术 欣赏一个艺术品 欣赏一个雕塑 欣赏一个古董 我们就是古董美术 古美术 有的时候你要进入状况 你不是傻傻的 就光看一个平面 它是一个东西的理解 它是有层次的 从历史上的 我们要研究古董 要懂一点历史 然后各个地区 每个省份出的什么现象 比如我讲的 楚狱 楚国的狱 你马上就想到湖北 那地狱的观念 像是比如我们讲 南红马朗 你马上就想到云南宝山 这也是历史地理 你要有这种概念 还有文史则不分家 文学上的一些理解 历史上的理解 哲学上的 形而上 一样的掌握 甚至于动物的习性 对动物 对生物 对生态 对生物 对动物 动植物 还有我们有时候 实际上 很多大家 有时候 你平常疏忽 或者不理解的地方 你一点就通了 很多东西 一里通 万里 这是 就是 你刚会这样讲 好 我们就来鉴定今天这一件蒙 而且我顺便讲一下 这人家说 古人讲的 蒙什么 柯正蒙鱼 是 这个 这个话是很有道理的 你知道吗 秦始皇也好 或者历少历代 这些暴君 柯正蒙鱼 要被推翻 要有陈胜吾王 现在 民主社会 倒不至于说 柯正蒙鱼 但是有时候 这个烂政 有时候 同样是蒙鱼 同样是蒙鱼 你说这个能源政策 搞得我们现在乱七八糟 要花大钱 去做一些什么 烧煤烧什么 弄一些 破坏生态 破坏自然的 你看现在的欧洲 西班牙也好 希腊也好 48.8度还不说 还有超过50度的 这个温度 打破历史传统 再栽下去人都活不了 别人都住在土鲁饭挖地 都住在西游记里面的火焰山 是恐怖的 就那个碳排放 所以你有时候 因小而失大 为了 为了政治 一时的利益 你牺牲太多 包括能源政策 包括能源政策 把那好几千亿的东西 可以丢在里面 荒废 你去搞那妈那个土法炼钢 去烧炭 这都是一种反制 这都是一种反制 还有呢 疫苗 好 你可以买 买 赶快买进来 施打 打了七成八成以上 就安了嘛 人家这个是一个防疫的一个 ABC嘛 你不要 你不买 你去搞 而且股票上上下下的 刘宝洁的那个节目啊 他是偏绿的 我跟你讲 他是偏绿的节目 他都很敢讲话 我跟你讲 他都在那里骂 这股票要不要去查 你三十块涨到三百块 短短的时间里 你要不要去查 你说这不是科政吗 这比科政还要严重 这是严重的利益输入 严重的什么 错误的政策 比贪污更可怕 比阿扁还要过分 阿扁就摆明了贪 吴叔的摆明了贪 但他该做的事情 有的时候他也不至于这么离谱 所以将来要秋后算账 这一定要算账 不是为了谁 不是为了哪个政党去算账 不是为了什么 为了人民 为了一个什么 公理正义 否则的话 就像我们古人讲的 乱邦不入 所有的一个上层的人都往外跑 你看 这是阿富汗 多离谱 那个总统 总统就溜了 带了还一票亲信 就溜了 这是现代土木堡事件 土木堡这边大家知道 有一个名音宗 但了什么 你说多腐败 这个阿富汗政府 我们干军人的 阿富汗政府拿了美军的这么好的武器 美国人也是很健 最好的武器给他 不要钱他 伺候他 还帮他训练 30万大军 被5万的神学士 5万人而已 塔利班政权 打得要拉得 抱头鼠 鼠窗 前脚美国人还没完全撤走呢 美脚都还没撤走呢 人家就恭敬他的总统 总统都跑 我怕我们将来台湾 赵少康说的话 有人在1450上去骂 你不要骂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 现世报 这不要来世报 这现世就有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看到这个老虎 我们会产生一些联想 我们没有任何的党 没有任何的那个 我们现在退休了 脱离什么政党 什么党都不是 谁好我们就 我们就什么 我们就支持谁 但是你总有一个是非 总有一个基本限 基本标准 尤其我们懂军事的人 有的时候看到那个兵凶战维的那种真后 真的是很担心 很担心 所以那天814空军节 我还特别吹了首空军的 那个什么 空军的浪漫歌曲 妻子姑娘 就是想象之中的那种 要提振自己的那种 不要说士气了 我们现在也不当兵打打仗 我们已经退休离开钢位 可是有的时候 心情会很道 会很upset 有时候要把自己提振 重新我找回一些信心 希望能够对自己的国家 对自己的政府 能够还有什么 共心一点什么 剩余的力量 真的是有时候要讲几句真话 现在没人敢讲真话 每一个人都在那边 脚过来脚呼去去去的 不讲真话 刘宝洁 平常以前是谈那么外星人 现在后来也是 就是挺绿挺的跟什么样 不光它了 整个媒体的 现在都已经是一面倒 但它偶尔它蹦出几句真话 而且是很有什么 这么讲的 直立有声的 直立有声的话 我觉得是有的时候 还是需要一点这种 需要一点这种 好我们就看到这个老虎 我们最后再简短的要点 是在整理一下鉴定 唐代的玉玺 雕塑感 以眼前这件来讲 它有明显的 很强烈的这种雕塑感 这是第一个 而且唐代国力强盛 树大为美 你看不管 看他们喜欢的安禄山也好 喜欢的什么 一男一女嘛 杨贵妃也好 都是胖子 你看哪怕唐太宗的画像 天可汉的画像 也都是什么讲的 虎背熊腰 肚子满满 细的那个腰带 你说那样是 它长了一个虎背疯腰 要像现在建委 或者像现在电影明星 你穿的那个龙袍 都不像皇帝 我坦白跟你讲 像皇帝旁边那些武士 或者像旁边 旁边那些面首 所以展现大唐的那种神威 大唐的那种树大为美 所以你一定要 他的那种肥满 饱满那种健壮 健康 唐朝的心情 身体健康 心情也健康 没事喜欢那么看 看胡人跳舞 胡人乐舞 那种高音就蹦起来了 那就展现一种富强 我自己喜欢玩玩音乐的 我就想 我说音乐 你没有那个心 你没有那个feel 你吹不出来 就算你技术很好 你不想吹 没有那个feel 小机器你也拉不好 拉不出来 你一定要有那种什么 最喜欢音乐的 为什么孔老父子 2000多年前的时代 就讲什么 李乐设于叔叔 李是他一定要讲的 因为李 某个程度来说 他通于人 他的中心思想 孔子中心思想是人 李通于人 克其父李位是人 第二个就是摆了什么乐 这乐也是能够提振人心的 而且能够教化人心 所以我们就知道 他身体的那种健康 心态的那种健康 还有就是雕塑感 重玩雕塑感 好 那第三个 身上 你看我昨天碰了18式 细节照片 你拉近来看 身上到处都是短虚线 到处都是短虚线 短虚线是代表什么 那就是唐代玉器 很重要的一个 鉴定的特色 昨天连我的玉带版 哪怕是一个平面的 一个潜伏雕 雕的胡人 胡人身上也都充满了 这个短虚线 不是短虚线 短虚线 短虚线 那是唐代玉器的 一个重要的特色 好不好 我想基本上 从这 我刚刚讲了什么 三点 三点 好 再补充一点 它这个上了年代的东西 它保养得再好 它表面光光光滑滑的 我没有去盘它 这我三十多年前了 在我身边三十多年 我从来没 因为它这个大小 也不太适合去玩它 就摆在那边 还有它身上的那种什么 石斑 就是月时日时的石斑 有这种石斑 然后你又放大镜看 里面像挂花筒一样 那些都是 所谓它内部的水分子 它的结构水流出来 流在结构水跟一些微量的元素 那是必然的 因为这是一千多年的东西 这个叫风化灵律现象 叫过滤 像淋雨 风化灵律现象 它会失去一些东西 失去一些东西 它会有些孔隙 然后环境 环境又会提供它一些东西 微量元素 锣啊 什么镁啊 钙啊 这些锡啊 这些元素 铁啊 又会渗透进去 从那孔洞的地方 那叫做什么 渗透交集 所以一失一得之间 就构成了这个古域的 这种美 而且古域的这种皮壳现象 就让我们欣赏它的美 同时也让我们 鉴赏它的真跟微 所以今天我们就去 以这么一个蒙古十八世 的威仪 我们好的话也讲 坏的话也讲 但是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对自己的国家也好 对这个社会也好 或者对人与人之间呢 有的时候 真的是 哪怕我们玩文物的 干什么的 要不失赤子之心 要不失初心 这玩物不能上志 这是你的初心 人家说 肖静腾为什么这么红 肖静腾呢 有的人说 看肖静腾的八字并没有那么的好 他为什么这么红 在两岸都这么说欢迎 他书没有读多少 好 第一个 人家是什么 做好事 人家经常去绝结 人家做善事 为善不予人知的 因为我曾经知道 我也玩乐器的 而且他那时候 他刚成名的 那时候还不是 现在这么大的名 我看了东森新闻 冒着雨 我就买了十几万 给一个老阿玛带着孙子 他先生 他先生是懂音乐的 过世 那一个人带着孙子去 去收破了 那叫什么 资源回收 他那乐器行 他也不会经营 他要把它结束 就这么多乐器 那都是他们的心血 几十年的心血 我就尽我的力量 我也玩 玩好几种乐器 我是买了 陆续了 我跑了大概 前后 大概去了一个多礼拜吧 一个多礼拜的时间 我买了十多万 在我的能力范围 他还剩下 当时我去 之前我就没看到 在我之后呢 还剩下大概三十多万 他听说肖敬腾 找他的那个助理 还是什么 经纪员 来包园 依次把那盛乐器全包 剩下去乐器都没得挑的 有的时候是 有的时候是还不错 有的是破铜烂铁 这种就是一种情势的 这种叫做义脉 就不是讲义脉 这种情况叫做义脉 包括我那那十几万 肖敬腾那三十几万 那我要是没有这段经历 我也不知道他 他做这么多好事 在年轻人 而第二个就是肖敬腾 不忘初心 你看他随时还保持那个甜美的笑容 随时保持那个大男生的那种赤子之心 你看不管他打篮球也好 不管他跟周遭人相处 不管他玩乐器也好 不是赤子之心 这是一件事非常重要 好不好 也希望你我之间能够产生这样的一个功能 谢谢各位